大家好,我是乔娘 你们家都吃咸菜吗? 你们的咸菜怎么吃呢? 今天教大家如何吃咸菜 你知道咸菜可以煎成饼吃吗? 现在我们先去买咸菜 路上还是火起飘飘 这是台中最大的市场,见火市场 这里买不到我家乡的芥菜嘎嘎 所以今天我们用榨菜丝来带起咸菜 50块钱就好 好了,都买好了,回家 十月的大街上火起飘飘 真的非常漂亮 回家进一步 先把榨菜丝在水里泡一下 因为很咸 泡半个小时就好 如果泡的时间太长 一点不咸了就不好吃了 其实 昨天大家看我影片 我自己腌萝卜 一部分萝卜是晒出来 晒萝卜干 另一部分我就会这样一直腌 腌上一个月以后 就这样擦葱丝 我在家乡用芥菜疙瘩 就跟台湾的芥菜一样 只是它长一个圆圆的球 我们就叫做腌咸菜 腌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跟榨菜基本上相同 今天我做两种口味的 一种辣的 现在的葱很贵 所以这些葱白可以再种到地里去 用这些就可以了 葱切得越细越好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们大陆的芥菜 跟台湾的芥菜不同 大陆的芥菜 下面是长根茎的 就像我们台湾的大头菜差不多 那是专门腌咸菜的 也可以做芥末 我们台湾的芥菜 也叫常年菜 用途不同 好了 葱也切好了 榨菜丝泡了半个小时 马上捞出 我们在炒的时候 就不再加盐了 如果你泡得过了头 也没有关系 炒的时候再加一点点的盐 看这就是50块钱的 今天就用这些食材 做两种口味的咸菜 因为永片太长 所以我先分享两种咸菜的吃法 还有十多种吃法 以后分享 我先装出一保鲜盒来 因为炒好了 要放在保鲜盒 放冰箱可以吃好几天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开火 加油 这个油可以比平常炒菜多一点点 先加上葱 不要先加辣椒 辣椒太辣了 葱稍微翻炒一下 不要炒糊 一点香气就好 把辣椒加下去 如果想吃特别辣 就先加辣椒 我们只是要一点辣椒的味道 不吃辣可以不加 把咸菜加下去 也就是榨菜丝 如果有我家乡的 蟹菜加的 比较咸菜 这样炒出来会更好吃 因为我在这边没有那种蟹菜喝大 加上酱油 这里有酱啊 因为咸菜还有一点点的咸度 所以加一点酱油 还有胡椒也有 快速大火翻炒 加一点水 不要炒得太干 如果家里有老人可以加水多一点 盖上锅盖 焖煮一下烂烂的 老人家没有牙齿也可以吃 这是家的五香醋 炒出来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会更好吃 如果不喜欢吃酸可以不加 马上就可以出锅 如果你想吃榨菜肉丝面 炒好的榨菜拿出来 放在保鲜盒冷却 然后就可以再炒一盒 小鲤鸡肉软软的 每次你吃面的时候 就可以榨菜肉丝面 现在吃起来是脆脆的 冷却后盖上盖 放冰箱 可以吃一个礼拜以上 第二种做法 咸菜饼 咸菜饼一定要加葱 前面炒咸菜不稀奇 可能你吃过 因为在台湾有吃过榨菜肉丝面 有差不多的味道 但是这种咸菜饼 我搜变前往 至今没有一个人浇过 也没有人做过 可能咸菜饼 我们沿海一带 有人做 往内陆地区可能很少人做 全部搅拌均匀 加上面粉 中筋鸡筋没关系 加上一点点水 这里你就要自己拿捏 要多看两遍 我怎么操作 切记不要面粉太多 我们吃的是咸菜饼 不是吃的面饼 搅拌成就这样 因为这个不像馒头 给你多少比例 因为咸菜的水 和种类都不一样 就这个形状就差不多 切记不弄水水的 锅底加油 我这个锅是先不用开火 如果你普通调锅 就要先开火 防粘 这个饼做的越小 越薄越好 不要一次做很大一个饼 很厚 只要薄薄的很容易熟 要脆脆的很香 很好吃 只要翻一个面就熟了 因为咸菜本身就可以生吃 有点像我教的马铃薯饼 不要离开锅 要在这里看火 因为加了葱 葱很容易上色 好了可以出锅了 这个饼非常的香 跟马铃薯饼不一样 同样的方法 把剩下的再煎出来就好 我吃一会大家听听这个声音 先煎出来就是这样 非常的脆 因为咸菜跟马铃薯饼不一样 咸菜里边很少的水分 马铃薯水分很多 像这样脆 要煎很长的时间 这个饼很容易脆 煎出来夹馒头 旧饭都非常好吃 这个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明天去买一点炸菜丝 回家这样煎 保证你老公爱吃 我小时候真的没有很多的青菜吃 到了冬天 只有咸菜鸽的 大白菜和马铃薯 奶奶就会想尽一切办 让我们吃 蛤蜊 三叔跟四姑五姑 就到海里去挖 海边人海鲜是不缺了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很不喜欢吃 有很多的东西都不吃 可是这个咸菜饼 我喜欢吃 因为很香 这样夹馒头 非常的好吃 其实我这样用心的教大家 我就想大家做一个贤的理由 不用每天给家人做大肉大鱼 就这样做 保证大人孩子都很喜欢吃 不一定每天吃高档的 这样的饭菜又养生又简单 这个更简单 就是加个辣椒炒一炒 我都没有加上肉 因为当咸菜放冰箱 可以吃好几天 你喝西饭 喝小米粥 对了 我明天会教大家小米粥 大家去买小黄米 因为冬天吃了很养味 炒上这么一盒咸菜 不管早餐还是晚餐 从冰箱里拿出来 吃起来就很方便 咸菜饼也是 放冰箱里拿出来吃都不用加热 海边人特别会吃蛤蜊 前面影片我教过大家如何蛤蜊突杀 已经70多万人在看 大家可以去看 蛤蜊平平的放在冬瓜的上 不要翻 万一有个有杀 一煮开就看得到 这是窍门 像我们小时候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咸菜吃馒头 奶奶就会这样煮面 像弟弟就不喜欢吃馒头吃咸菜 奶奶就会这样煮上一碗面 多吃蛤蜊 小男生从小就比他蛤蜊强壮身体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吃这样的饭长大 没有好的东西吃 只有咸菜 冬天只有大白菜马铃薯 再就是一大缸咸菜 这个缸有多大 四五个小孩夏天可以在里面洗澡 就那么一大缸的咸菜 再就是奶奶种很多的冬瓜 煮冬瓜蛤蜊汤给我们吃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对咸菜的概念 今天分享大家 现在回头看好像很健康很养生 好了不知作业 大家去买小黄米 教大家煮养味粥 因为今天教了咸菜 就是吃咸菜和小米粥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